侯 侯极哥 这是多少个零 四十亿五千零三十万 只此一份没有拷贝 公民那边我可以把赔偿降到三倍 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 不是你帮我 而是我帮你 宋先生 你大劫将至 除我之外 无人可解此劫 哼 侯先生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吧 你对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说这种话是不是太过儿戏了 宋先生 有些事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抱歉 我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 耳朵听到的 郭 海 藏 听到这个名字 宋思明身躯一阵 脸色逐渐阴沉了下来 他只是我朋友公司的一名会计而已 我们之间不存在其他关系 宋先生 你乃贪狼心下凡 性格杀伐果断 但郭海藏却是致女心下凡 主媚惑 优柔寡断 他天生刻你 跟你在一起 不但会耽误你的前程 更会让你 甚至是你的家人命丧黄泉 一派胡言 我不管你来找我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请你现在立刻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 不信是吗 那好 我送你一则预言 如果你不跟郭海藏彻底断绝关系 今天晚上 你的老丈人就会被他咳死 不好意思 我老丈人身体一向硬朗 再活个二三十年不成问题 红烟祸水 宋先生 你的老丈人死后 接着就轮到你了 请你立刻离开我的办公室 海藏 我今天碰上了个神棍 说什么你是织女兴转世 要害得我家伙人亡 你说可笑不可笑 喂 老宋 快来见 咱爸出事了 巧合 一定是巧合 好吧 你别慌 我这就回去 大夫 我爸他怎么样呢 病人是脑穴管流破裂 导致颅内大出血 原因应该是饮酒过量引起的 病人年事已高 我们尽力了 这一刻 对于侯吉的话 宋思明其实已经动摇了 接下来就要轮到我了 先生救我 宋先生不是不信吗 信了 我现在信了 罢了 我是白龙王转世 你是贪狼心下凡 我们俩人在天庭本就是好兄弟 我理应帮你 你回去之后 尽快安排郭海藏出国 抹去他跟你的一切交往痕迹 方可破解此劫 这让宋思明有些犹豫了 他是真心喜欢郭海藏 哼 办不到的话 请你出去吧 七日之后 你必死无疑 好 我会跟郭海藏彻底断绝关系的 很快郭海藏便被宋思明安排出国 没多久 宋思明的律师朋友就给他来电话 告诉宋思明 上面派人来查宋思明啊 准备从郭海藏为切入点 这让宋思明瞬间吓出了一身冷汗 白龙王真难生任意 同一时间侯极也收到了公民1.5亿的拆迁款 按照上一世的记忆 世界上产镍矿石80%的加国这两天将发生一场矿难 这就导致未来的五年多镍矿石的价格飙升 而此刻正是镍矿石的价格最低的时候 你好 我想要买镍矿石国际期货 好的 先生 根据国际镍矿石的风险评估 杠杆最多只能加30倍 6000美元一吨 一手就是10吨 请问你要买多少 30倍杠杆 那就是说我1.5亿相当于45亿的操作本金 也就是5.4亿美金 我买9000手 9 9000手 那就是5.4亿美金 先生 先生 你确定吗 从期货市场出来后 猴吉把这一切告诉给了王太 挣钱和宋思明 并嘱咐他们也跟自己一起梭哈镍矿石期货 什么 侯先生 你也知道我打而小 这么高杠杆的国际期货 我不敢玩 这东西我玩不明白 而且单位有规定 不让我们玩 侯先生 你这笔钱玩得太大了 我劝您还是慎重为妙 侯先生的期货账户 是将北银行帮忙担保的 这么一大笔资金 从江北银行中滑出去 肯定会惊动省行的领导 万一侯先生真的爆仓了 那我也会被拖累 龚小姐 大事不好了 侯先生梭哈 买入了国际镍矿石 三十倍的杠杆整整五点四亿美金啊 王航长 你别着急 我马上打电话给他 闺女 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 爸 正好你也在 你帮我一起劝劝侯吉哥吧 他把所有的钱都砸到国际期货账户里了 而且还玩的是三十倍的杠杆 刚刚王航长打电话给我 语气很急 我觉得应该是侯吉哥亏了不少钱 紫月 那小子是急了 实话告诉你吧 执行他放下狠话 说是一个月内要赚三十个亿 要超越你爹的身价 否则再也不跟你见面 我原本以为他会有什么高招 没想到他会蠢到去冒险玩高杠杆期货 不帮忙就算了 说什么风凉话 我马上去找他 紫月 什么事这么着急 侯吉哥 你怎么还跟没事人一样 你是不是全仓缩汗灭矿了 是啊 抱歉 事情太急 忘了通知你也经常了 侯吉哥 这样做风险太大了 三十倍的杠杆 只要价格下跌百分之三点三 你就会被强制平仓出局的 相信我 昨天晚上白龙托梦给我 说我今天必有一笔横才要发 侯吉哥 期货这种东西 不是能推算出来的玩意 听我一句劝 收手好吗 不行 我还要靠他 超越你父亲的三十一身价呢 现在收手 我们这辈子都没法再见面了 好 我信你 不过你要答应我 就算爆仓了 也不能想不开 公子苑只好跟着侯吉 一起盯着国际涅矿石的价格 不过运气很不好 短短几分钟 价格一直在稳步下跌 我不行了 五分钟 这都亏了快五千万了吧 来了 什么来了 你自己看 公子苑皱眉走过去看了一眼 是一则刚刚发布的国际新闻 位于家国东南部的世界最大涅矿 突然发生地震 导致矿场出现了严重的矿难 该国表示 矿场想要恢复生产 最少需要半年时间 跟预想的一样 涅矿石期货开始往上涨了 那 那刚刚你赚了多少 不多 大概五千万吧 还好 把亏的赚回来了 我说的是美元 天啊 一分钟 赚了四亿多 这 这赚钱速度 连印钞机都比不上吧 猴吉哥 我们要发了 这只是开始而已 随着涅矿石期货抢购战争 持续升温 涅矿石的价格 已经一路狂飙到 一万多美金一吨 这还是有价无事 除去成本和手续费 还有汇率换算等 杂七杂八的费用后 一共赚了这些 猴吉哥 这 这是多少个零 我怎么有点眼花呢 四十亿五千零三十万 白龙 肯定是猴先生 三天用一点五亿的本金 净赚四十点五亿 王航长 没跟我一起 潮涅矿石 有没有后悔啊 猴首富 您就别调侃我了 我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呵呵 放心 我送你一场造化 嗯 王航长 不 不得了了 猴先生把四十点五亿 全部存到咱们这儿来了 什么 就在刚刚 咱们行全年的存款任务 已经超了两倍 甚至刷新了省内的存款记录 航长 这下您调任省分行行长的事 绝对稳了 果然 不到一小时的时间 省总行那边 就来电话通知了王太调任的事情 猴先生的能力 果然神鬼莫测 这一个月跟着他 我啥也没干 居然就调到省分行了 另一边 宋思明也接到了省府办公室的电话 没想到 猴先生这次赚了快四十点五亿的外卫 为国争光 竟然让我直接升到了江北一把手的位置 公叔叔 这次宋思明升了 您的功劳很大 接下来肯定少不了您的好处 恭喜恭喜了 我跟宋思明是二十多年的老同学了 这次他能升职 我也很开心 老班长 恭喜恭喜呀 好的好的 我一定准时到 公叔 怎么了 好消息 宋思明邀请我去参加首富大会 首富大会 这是什么大会 是宋思明和王太联合起来 为那位江北新晋的神秘首富举办的见面会 我猜测 宋思明的意思 是想扶持他成为江北金融圈的画室人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